中国互联网零售商阿里巴巴集团9月19日在华尔街首次公开募股 把IPO的价格区间从60到66美元上升到66到68美元 显示出投资者需求强劲 预计可以为阿里巴巴筹得250亿美元 以价格区间的中间值计算 阿里巴巴市值将可以达到1655亿美元 不过专家警告说 阿里巴巴执行主席马云从香港到纽约 为阿里巴巴IPO造势抬价 肯定被过度炒作 他们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炒作 有意思的是他们今天飞到香港 明天又到纽约到处收购制造新闻 邓普顿新兴市场集团执行董事长马克·莫比尔斯说 很多人是军事投资者 目的是导手盈利 莫比尔斯说 阿里巴巴复杂的管理架构和执行主席马云的对外投资 让人们质疑是否会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以及投资者对阿里巴巴经营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 他们必须更好地理解美国网上消费者的特点 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以及不同在哪里 中国今天的网上消费是以价格为动力 可是很难单靠价格进行长期竞争 弗莱斯特研究所副总裁齐亚维格德尔说 中国必须建立优秀的客户服务 才能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上站住脚跟 可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前首席技术官吴炯 对集团前景表示乐观 在美国一个市场会被两大公司瓜分 可是在中国阿里巴巴公司一家独占市场 我认为阿里巴巴应该可以在今后几年里保持主导地位 在中国超过6亿网民的网上消费 大约有80%是通过阿里巴巴完成的 其流量超过亚马逊网站 专家表示毫无疑问 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大有发展空间 现在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公司投资将是有利可图 可是莫比尔斯警告说 不能忽视市场的动荡性 他说不仅新兴市场不稳定 就连美国和欧洲市场也难以预测 所以很难预料5到10年后 阿里巴巴是否还能维持今天的势头 美国之音 叶凡 华盛顿报道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YK